凯莉和玩具朋友们 嗨 大家好 我是凯莉 今天凯莉要给大家带来个什么样的玩具呢 就是这个啦 今天凯莉要通过她制作水果冰激凌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凯莉今天事先准备了四种水果 这个呢 是草莓 芒果 火龙果 然后这个圆圆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对啦 就是龙眼 然后今天凯莉要用这四种水果 制作我们的水果冰激凌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那我们现在先从芒果开始 把这个打开 然后我们把芒果放进去 让凯莉先尝一个新鲜的芒果 不知道冰激凌的芒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期待啊 我们现在把它 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压一下我们的芒果 让它变小一点 但是不要把它压得太碎 这样子的话我们做水果冰激凌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复杂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模具拿过来 嗯 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模具当中呢 我们放在这个爱心的模具当中吧 啊 朋友们记得哦 我们在用手抓这个水果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手洗干净 凯莉已经把手洗干净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芒果倒到这个模具当中 然后把它盖上 第二个我们做什么呢 让凯莉好好想一想 我们来做草莓的怎么样 先把草莓放进去 哦 朋友们肯定会问 为什么你刚刚搅碎了这个芒果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草莓给搅碎呢 原因是因为这次凯莉想做一个超级好看的冰激凌 这样子的话 所以凯莉就不会把这个草莓给搅碎 让它展现出草莓原有的样子 然后凯莉事先准备了这个牛奶 把它倒进去 好了 现在凯莉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草莓冰激凌的制作 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呢 我们还有一个火龙果还有龙眼 那我们先做一个火龙果的冰激凌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火龙果倒到这个椭圆形的容器里面 不知道朋友们在家是不是经常吃水果呢 凯莉在家经常吃水果哦 有维他命ABCDFG 然后我们把它给盖上 好了 那我们现在火龙果已经制作完成了 现在制作一个什么冰激凌 我们现在把这个龙眼放在我们这个最大的冰激凌模具当中 猜一猜凯莉会在这个里面放什么样的饮料呢 就是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就是凯莉事先准备好的苹果汁 我们放下去 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我们这一次制作的冰激凌 现在呢 这个里面都已经放进了水果 所以呢 凯莉现在就要去把它们放到冰箱里面 等我一下哦 凯莉终于把它们放到冰箱里面去了 可是凯莉现在又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嗯 我们现在还剩下来芒果 草莓 还有火龙果 和龙眼 那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 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嗯 可是刚才我们的模型都已经用完了 嗯 凯莉只好把我们之前用过的切喝掉 用这个杯子来做一个四种味道的水果冰淇淋 凯莉觉得今天晚上晚饭可以不用吃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之前这个已经拌好的火龙果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炸汁机 把这四种水果放进去 我们要用这个把它给 好像不是很好用 好凯莉还是有办法的 我们要用它 我们要我们用先用这个 捣碎 好了 这样我觉得应该 搅拌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放上去 倒进去 现在开始搅拌了 这个 虽然没有完全的搅成 汁儿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倒进去 嗯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美观 但是呢 凯莉一样很期待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味道 好了 虽然量不是很多 我们只是看一下 这个最后会成什么样子 呃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把手 我们就要 我们就把这个 作为我们的把手 那现在凯莉也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一会儿回来哦 我回来了 这就是我做的水果冰激凌 那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这个里面究竟成什么样子了呢 凯莉也非常的好奇 嗯 我们现在要不然打开一个看一下吧 嗯 嗯 这个好像是之前我做的火龙果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芒果的 我们先打开火龙果的看一下 嘘 真的已经变成了冰激凌的样子 这跟我们在外面买的真的没有区别 让凯莉尝一尝 冻成了冰激凌 但是 跟我们平时在家自己吃的那个火龙果完全不一样 感觉这个要更好吃一点 可是凯莉怎么觉得很奇怪 这个 这个有一 这个有一点点软 好像 再吃一口 嗯 嗯 好像 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我们的手抓感 嗯 前面的朋友我说是 做错了吗 嗯 不过不管怎么样 凯莉这一次还算是半个成功 嗯 我们再开一个 芒果的 凯莉真的很喜欢吃芒果 不知道朋友们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 爱心模型的 我原来尝一口 可是我朋友们应该在外面也吃过那种 就是 就是芒果 纯芒果的冰激凌 但是凯莉觉得 嗯 好美 真的很好吃 凯莉之前在外面也有自己买过这种冰激凌 而且是也是芒果的 可是那个味道就有一种 好像加了别的东西 但是这个就是凯莉自己做的嘛 所以真的真的真的很好吃 嗯 嗯 还真的觉得 我想象中的草莓冰激凌应该是 又软 然后又好看 可是我做的是 什么 嗯 压轴的来了 凯莉之前不是问过大家 如果那几 四种水果 芒果 火龙果 然后草莓 还有 龙眼 这四个水果加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 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很好奇呢 我们现在把它 拿出来 等一下 我们来比一下 这两个大小有点 但是我觉得还行嘛 嗯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让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很酸 嗯 可能凯莉买的草莓是酸的 所以 那个草莓加的这个 火龙果这个味道 啊 没有这么夸张 只是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 然后味道是 味道是酸的 好像没有这么成功 今天凯莉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 纯火龙果的 朋友们自己可以在家尝试做一下 告诉凯莉 自己做的火龙果冰淇淋是什么样子的 那今天凯莉制作 水果冰淇淋 成功 今天凯莉带大家制作了水果冰淇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玩吗 好吃吗 那下一次凯莉会带着更好玩的玩具回来 拜拜 接下来 吃吧 谢谢